各位网友大家好 很歡迎大家收看第二次的三元視野 我就是Terence 另外有兩位拍檔JP和Meta 兩位拍檔不經不覺又過了一個星期了 是的 又過了一個星期了 上個星期我們就第一集 之後我就收到一些自己朋友的問題 都頗有趣的 第一件事是關於Meta 他就說為什麼你這麼活該 不用真身見大家就用過這樣的Evatar 不如你解釋一下好不好?Meta 有名字你叫我叫Meta Meta就是Metaverse的間稱元宇宙 為了應一下景 我也要保持一些神秘感 就出著我這個虛擬人像Evatar 看看將來有沒有機會 再慢慢揭露我的真身出來 好啊 另外一件事其實也是有關係的 有些人就問為何你叫三元視野呢? 肯定就是我們三個人 所以就有三字 元其實都是因為Meta 另外一個Facebook page就叫Meta圓 所以覺得這個挺有趣的 不如就用這個Cross Over就叫三元視野 就是這樣來的了 關於為三個人的背景是怎麼樣呢? 今次就不再重複了 聽回第一集大家都比較了解 以及在YouTube下面的Description 都有少少知道我的背景 但最簡單就是 我們三個在不同領域 在金融市場裏面都有少少經驗 可以這麼說 所以就希望從一些不同的角度 跟大家聊一下一個星期裏面 有些什麼在市場裏面最熱的話題的 那好了 那不浪費大家時間了 那未講今個星期最熱的議題之前 我就希望不如找JP 就跟我們講講這個星期 市場的動態最主要是怎麼樣? 其實呢 今個星期用一個字來講 就是Risk Off 其實都跟上個星期講過 我們看到STR銷售的倫散也有些連貫性 就是看到美股頭兩天 就是星期一星期二 開始有少少反彈 到星期四星期五開始大跌 那美股看到S&P500就跌了2.75% 納斯特克指數NASDAQ跌了3.86% 其實都跌得挺深的 最主要的原因都是星期三 NATFLIX報的訂閱人數就少了20萬 那其實一天就跌了30% 那之後就很多科技股都一起跌 跟著NVIDIA Facebook 那都跌了很多 那唯一就是靠 Apple Microsoft Tesla這樣撐了大市 那剛剛星期三有一個挺有趣的 又不是數據 有一個指數 就是實際利率去到正數 那這個我也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令到股票市場有些回調 如果看回美國債市 反而債市就沒有什麼動作 十年三十年就相對地沒有什麼動作 但是你看到 High Yield Credit 那些垃圾債券 其實那個息差都繼續在升上去 油價就跌了4% 那其實沒有什麼新聞的 那其實一個星期下跌4% 油價這一陣子的波動率都很正常 那到亞洲方面 那其實港股和A股都跌得很慘 最主要原因就是其實一直市場 認為國內會有一些放水 增加基建的一些項目會出來公佈 那星期三就 習近平就有一個講話 那其實都是要 繼續維持清零的政策 那這個也都不是市場上看到的東西 那所以繼續會慢慢慢慢地跌下去 那你看到行指一個星期跌了3.4% 國指HSCI跌了4.6% CSI跌了4%其實都是有點差 那這個星期就是這樣 下個星期希望會有一點點的反彈 那謝謝JP 正式進入這個星期的市場熱話 就是最熱的在說什麼呢 兩位拍檔 那這個星期其實最主要大家最關心的就是應該 Netflix 就是因為那些訂閱者開始下跌了 那其實禮拜三晚呢 就是在美股時間呢 其實它最多跌了三成 那到收市的時候跌了25% 那都令到美股都有點震盪的 除了Netflix之外呢 其實有一個大家未必那麼留意的就是 就是實際利率 英文的實際利率 去到一個叫做零的水平 其實都是實際利率都是很低的 那這兩個都是應該今個星期 最大最多人關心的 其實是市場上最多人關心的東西 那我再說一句 再說一句 就是講美國的實際利率呢 其實一直都是低的 很多人都覺得是一個迷來的 因為呢 從經濟學的理論來講呢 實際利率呢 長期的實際利率呢 應該呢 跟經濟的實際增長呢 是應該成一個正比例的 就是如果你覺得長期的 長期的經濟增長 GDP增長是2% 或者1.5%呢 實際利率應該是大約都貼住這個水平 但是一路過去以來呢 都是負呢 這個其實很多人都會爭議 不過今次可能未必有長時間去探討這件事 META呢 今個禮拜有些什麼特別的東西 你看到嗎 今個禮拜就看到了 就是復活節回來講股就天天跌 雖然沒有什麼很差的消息 不過如果雖然講股差而已 但是如果講香港牛市呢 就旺了很多了 大家都吐了這麼久 今個禮拜就開始放寬措施了 4月21日開始 大家可以進入戲院 健身室又可以開 都開始人頭湧湧了 但是其實早在復活節假期 甚至早一兩個禮拜 其實很多人都已經湧出來了 包括看樓的人 其實已經多了很多了 其實今天也想可以分享一下 接下來幾個月的地產市道這件事 好 不如先講這個 講地產市道 因為其實我也有一個想問你 就是我也留意到過去因為疫情 大家又出不來 看不到樓 我發覺過去一兩個月 交投量一手樓 幾乎基本上是跌到零 所以你說最近可以有少少的人 發聲 就是出來看樓 究竟是 假象還是怎樣 我真的想不如 第一個題目 不如先講這個 我想看回第五波疫情 就是2月初開始 加上通常年頭都比較剩 基本上我想今年開始 1月到現在 4月初或者3月底 一直的成交都很低 我們看回 八百多單位 少了就很可憐 我看到那些什麼成交 沒錯 如果一手我們看 其實是八百個單位 都應該不夠的 應該七八幾個 是啊 很慘淡 基本上呢 只有些貨物在玩 因為那些發電商 基本上都 一來買不到好價 二來受制限制措施 它根本就開不到 開不到示範單位 也都不會被人出來選到樓 那地方其實就開始逆轉 今天呢 其實就出現了一個 都挺有趣的東西 那就是呢 行機呢 就連開兩個本 那正常來說呢 有些新本 通常那些大本 就是貨物 一家發電商呢 就很少兩個大本 一起推出來的 那行機現在呢 竟然呢 是三個新本 同時推出來的 分別就是 啟德的Handy 還有 錦上路的這個帕龍 跟著還有就是 這個風塵已久的 大國咀利奧坊 最後的幾百個 一些比較小的單位都推出來了 同時間 一個發電商 三個新本 推出來呢 就很少見的 而且同一區 通常都不會有兩個本 千萬一隻 拿出來的 那你見到其實 現在看到呢 Monaco Marini 剛剛 上個禮拜拿出來買 匯德鋒拿出來買 那行機今天又搞亂 又拿這個Handy出來買 那基本上是很旺的 現在起碼同時間 有五六個大本 是拿出來買的 那市場預計第二季 其實起碼有6500個新供應 就會推出來 那麼 追回第一季 追回第一季 是啊 其實起碼都追回第一季 追不完都追到八成了 那你看到二手 為什麼復活節這麼多人出來看呢 其實二手都很旺 就是二手的減價盤 基本上都已經被人吸了 那 那 頭三個月 說回成交數字 頭三個月 二手有八千單左右 那平時 不算去年 上半年特別旺 前幾年 那二手應該一季 有一萬 到一萬一千單左右的 那今年第一季 應該七千八千單左右而已 那就少了二三千單 那你加上一手 又少了幾千單 那預計呢 這幾千單呢 應該就 會在第二季 起碼都追回七八成的了 那所以成交量呢 預計都會開始 開始活躍 活躍出來 那 第二樣東西呢 其實你看到過去幾年呢 樓價是有兩次小型的回調的 那第一次就在社運之前 2018年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回調了 大概10%左右的 那但是你一見它回調了10%呢 那它就很快就彈回來了 19年社運之前 那半年呢 其實是創了新高的 6月份 2019年6月 是創了歷史新高的 那接著到 社運開始就開始跌了 那其實不是跌了很多而已 跌到疫情爆發之後呢 2020年中期呢 那總共都是加上跌了 都是10%左右 那之後呢 你又見到樓價又開始上升 又開始慢慢的 那又創了歷史新高了 不過這次用了久一點時間 去到2021年 2021年中 即是去年年中過了一點 7月還是8月才創新高 那就開一開歷史新高之後 又開始 慢慢的跌下來 然後股票這樣大塌 那就開始跌下來 那到現在其實大概跌了6%左右 就是比氣高位 那你見到現在開始的底部 你看這些樓價指數呢 就是你看這些樓價指數 或者 美聯信心指數那些 你都見到 又開始 見到已經是 就是 縮了底部出來 開始反彈回來 那你說大升 會不會好像以前 以前就是2012到17年 那樣大升 那是藍了的 因為當時的供應是更加短缺 而且 現在多了 多了人 多了供應出來 那變了 我預計樓價會穩步上升 但是你說會不會大升 或者大跌 可能性就比較低 我想問一件事 就是 在你的經驗裡面 或者你的朋友 各方面看到 其實 很多人說現在移民走了 會不會真的好像梁振英那樣說 就是移居不是移民 就是他們沒有扔樓出來 我經常都有這個移民 就是你們行內 或者你的朋友 怎麼看到 這個其實都 2021年 就是去年上半年 為什麼會 突然間 多了這麼多成交出來 去年 我想 去年二手成交上半年 是比過往五年 就是過往五年 過往五年很平均的 每年二手成交 是 每半年 我想大概是 兩萬二千宗 那去年你看到是多了三成 去年上半年 那些是哪裡來的 很有機會就是移民盤 帶出來 多了一萬幾千個 就是 那些人因為 但又吃到 大家 堆了這麼多出來 價又都很冷靜 這件事才厲害 真的 因為 香港還有兩個問題 為什麼會吃得到 為什麼那些人不會 樓價整個掉不下來 香港公滿樓的比例 就 已經達到 應該差不多有六成半的了 我不算他私底下按了給床仔 如果你看金管局數字 差不多三分二人已經供滿樓 而供樓的人 那你金管局的例子這麼 strict 其實那個 average 那個 mortgage rate 就是那個按揭成數 都是一半都不夠的 那你在這兩個數字來看 基本上是超級穩陣的 對比任何一個國家都好 那所以基本上 那些人呢 就算你跌也好 我根本無需要是扔些貨出來的 就是我 最多手下 你要我認輸 你要我認輸 不可能 我就寧願維持住層樓 死都不買 其實講到區大把這些例子 可能那些樓不值這麼貴的 但是我 我就死維持住 維持你的兒子 也好 我是不買出來的 那所以你要樓價跌呢 是難的 除非你用一些很激進的措施 譬如說我收10倍差響 你有第二個物業 第三個物業 我收你10倍差響 20倍差響 這樣才會逼到一些人 有些貨物出來 如果不是 其實那個供應很難會 會大幅增加 嗯 那現在再問一件事 就是 以前就說很多大陸人 下來買樓 是不是這幾年 封關應該是不是少了很多這方面的客人 這個我們分兩個層面看 如果你說新樓 就是以前大陸人喜歡買新樓 真的不是本身在讀書做事 或者拿了身份證的人 走下來買 以前都是買新樓為主的 那你現在封關之下 的確他們是在法律上 或者是其他問題上 是沒什麼可能是買新樓的 那這裡是少了的 那但是 其實我們看回以前 就是 按這個 聖事拼音來看 將內地人 加在香港 新香港人 其實加起來 那個買樓的佔備 都是1 都是8%到12 3%左右 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多 即是80%其實是香港人 即是香港那些廣東人姓氏 90%是香港人 其實外面吹得很含 其實這個不是 這個是有點誤會 這個是絕對有誤會 所以你說現在他們少了 沒錯他們少了 甚至你說來讀書畢業那些 其實在2019年之後 起碼少了三四成 其實他們都未必留在 也都未必少了別人讀書 那麼那批的需求是少了 少了幾千個一年 起碼少了幾千個 但是其實他們的影響不大 就是說你說 因為原本已經很少 就是原本可能佔十幾% 就是再少一些可能只有5% 就是那個影響不是這麼大 是的 你說影響豪差可能是的 1億以上那些可能本身 本身真的有三四成是內地人的 那些影響大 但是你說一般 五千萬以下的 那些中產到平民 就是幾百萬的那些樓 其實基本上就不會有什麼影響 基本上都是香港人買回來 最主要都是 是的 最多影響你是 反而租金回報率 會有一點點影響 因為你少了學生 少了一些人做事 那麼 那是 優勢的確確是低了 我想0.3%到0.4% 是低了的 但是售價其實沒有什麼影響 那不如轉入第二個話題 因為我想第二件事其實 中國最近都幾多舉動的 首先就一開始 禮拜頭 就報了GDP 我都用兩個影片講過了 那除此之外 就報了GDP之外 都有其他動作 譬如降準 跟著之前又有些打擊網紅 但是總體感覺 我就覺得很多人現在市場上面 非常之困惑 就是其實他在搞什麼呢 有一點點好像 就是他想放水 又放到拖來帶水 又不是很厲害 就是有一點點 講得難聽一點 就是一口砂糖 一口嘟 那所以就 市場都非常困擾 我想問一下 比如Jonathan 你在股票看到什麼 或者Meta你看到什麼 不如Jonathan先 JPC呢 其實就真的 那個氣氛就很差的 還有其實 如果整體上來講 機構投資者都在賣貨 跟六個月至九個月去比 其實九個月前 其實大家都說 一定要買中國 那這間是否 大家機構投資者 失去了信心 和失去了耐性 我買賣了這個A股 十幾年 都沒有一個大家都好像不看好的 暫時是沒有人看好中國的 幸好我不是在香港 可以這樣說 如果看內地 搬那些證券行 經常都會說 什麼時候 上證可以去到六千點 什麼時候都是一個牛市 明明跌下去是熊市 然後就說晚牛 現在簡直連牛市 都沒有人再說 好像上海這樣 封了城 封了城都不炒股 沒有東西在家裡 都不炒股票 證明其實很差 2020的時候 美股 就是因為大家困住在家裡 就在家裡炒股票 現在到那兩年後的今天 中國又半封城的狀態 不是很多地方 但是有些大城市又封了 最主要是上海 但是都沒有人炒股票 這個真的證明 對市場的信心 真的不太好 這件事我解釋到 你在美國不同 你在美國每個人都在家裡炒股票 但是中國大陸不會 中國大陸的股市 尤其是銷售市場 一向都是炒政策市 是不是 如果政策現在不明顯 那怎麼會每個人 咪個頭過去 這個我覺得可以理解 因為事實上真的他那些政策 一時又好像 現在譬如好像 李克強初初一出來 年頭的時候說什麼工作格報告 就說 一定要找找找 但是找了這麼久 又沒有動作 又沒有大動作 最近又搞了那些 對網紅的商業活動 都打擊了這樣 又不可以做直播 直播 紅包又不知怎樣可以限制他怎樣給 事實上你很難去 在情緒上 阿Metta你看到什麼 是 我就 看到現在知道 股市一無消息 就跌了 無消息跟著壞消息 你一定要有些好消息 才可以抖著他 否則他會陰些 陰些 陰些 基本上 身邊 買港股的人 朋友就少了 寧願大家買美股 買什麼去港股 現在這樣 還有 我看到中超今年快要開季了 到現在都未知有多少隊打到 今年 即是以往 曾經 光輝過十年 中超 恆大一年 可以花30億 車路士也是花50億 馬林也是花50億 他可以花30億出來 今年的班費 竟然可以一減 就減到 可能 二三千萬 其他球隊都是差不多 那16支中超球隊 竟然可以說 準時出糧的 可以剩下五隊 還是七隊 那你見到 其實這件事 已經是 只是看這個行業 這個行業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 都是反映了一個經濟的縮影 可以是 慘淡得這麼誇張的時候 我覺得 究竟是不是整個經濟都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 我想暫時也看不到有沒有可以改善到的空間 兩個都看淡 很明顯 不過我向Metta學了很多東西 原來 看中超都可以看到中國經濟 以前 以前 有個人教我 以前有一個研究 我在 認識 他就說 你看澳門經濟 或者大陸經濟 你看澳門 有多少人落處 比賽 有多少人的總池額 你就看到其實中國經濟 你問為什麼呢 如果他的工作經濟好呢 你發覺 澳門的賭業 很自然 澳門賭業的額 都會節節上升 所以你看到澳門賭業的節節上升 自然看那些什麼 品牌 都支援自然 都會節節上升 這幾個聯繫 不過都頗有趣 講開這些 就是有少少少到八卦的事情 但是其實 我覺得整體來說 從那個MACRO層面 我想都要講回 就是李克強 今年 就是年頭的時候做的那份工作報告 都講得很明 他如果你看一下 他真的認認真真看他的事情 特別是對比去年 你很明顯看到 雖然他講了很多什麼維穩 怎樣錄個穩 怎樣怎樣之外 基本上 大方向 譬如說 對互聯網的監控 對這些 就是新興行業 對地產 對住房不炒 這一方面 大方向 他是不轉的 所以 基本上 現在我自己的看法 從那個MACRO層面 大方向 他是沒有鬆到的 只不過 在少少 可能譬如說 降準 各方面做一個微調 所以 正如JP說 正如MACRO說 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 如果大政策 沒有一個老口風說他放寬一點 其實我覺得很難 有一個很大的刺激作用 只不過都是 現在他用的字 就是精準 什麼都要精準 就是放水又要精準 對行業的幫助要精準 為什麼他用精準 就是說 他大政策不改 只不過在 各種小度裏面 改一下這些 事實上 這個我覺得 就是 現在大家都要接受的一個環境 我覺得就是這樣 好 今天的時間 講一講一講 又很快 還有什麼補充 兩位沒有 有沒有 嗯 我有覺得 其實這樣 差一點 其實可能真的對中國 長遠的經濟好 以及可以要槓桿化 但是短期內 大家沒有得賺大錢 那 那 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是 那是 我想這個是真的 我想長遠是不是對中國經濟好 我們就要真的放長雙眼 看看才知道 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星期繼續支持我們 下星期也會講回不同的話題 再見 拜拜 拜拜